星老师你怎么又来吐槽大会了 你平时就没点正事吗 是不是因为我上这期节目就又跟过来了 要我说几遍 那个孩子真不是我的 当然也不是你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孩子 可能是因为可爱吧 李天佳琪做了一个试色专场 一口气试了380支口红 全在自己的嘴唇上 粉丝因此叫他铁唇哥 他嫌难听改成了口红一哥 还能这样改 那有的观众觉得我的段子不好笑 我嫌难听改成了好笑 李嘉琪是涂口红的世界记录保持者 吉尼斯世界记录保持者 我随便查了一下别人 人家都是30秒 什么小拇指一顶向上16下 单指佛称41个 跳声137下 到他这30秒涂了4个人的口红 才4个 30点太阴附事了 这要是能算世界记录 那我们小区就有人不答应 每30秒就有10个人不答应 又是一个新的世界记录 很多人说李嘉琪直播太浮夸了 我看了 确实太浮夸了 我都觉得浮夸 他得多浮夸 我真的 但我也理解他 他理智不起来 我们无法想象 他理智在那直播那种 这个色号 Oh my 这款产品令我惊讶 我希望大家买 酌情购买它 李嘉琪你个大老爷们儿 能不能别老推荐女人用的东西 能不能推荐点咱们男人也能用的 比如篮球 胸毛疏 足球丝袜之类的 然后直播也别光给女性群体播一上 就Hello姐妹们 今天又什么 给咱们男性也播一播 我们上来 弟兄们 今天给大家试个口色 养个色 红色和红色 因为我分不清色号什么的 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这个是春节红 这个是中国红 请大家酌情购买 那天我看他直播 听到他说那种 各位宝贝 只要你们家 只要给我五分钟 我就能让你们下单什么的 我看了五分钟 然后憋着就不下单 结果他把我踢出了直播间 我回去一看 那直播间卖的是康王 那可是去蟹大魔王 这个产品我都没买 一定是头皮蟹阻碍了我的思路 踢得我是合情合理 一脚踢进了我心坎里 如果有一天 李嘉琪结婚了 我敢肯定 对方是个口红 丈母娘是眼影盘 岳父是梁龙 师傅 我段子讲好了 可以去把车开过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 12月份我将会 开启自己的专场 叫班基提诺 请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关注一下 全国巡演 全国巡演 对 我 第二季的脱口秀大会 我没有来 这个节目坏了 你说大王 直接是 不是 你现在上来 已经改成直接 骂了是吧 什么足球 这叫足球丝袜吗 足球丝袜 哎呀 真的 我跟你说 非常熟悉的味道 卡姆还是卡姆 就你这表演 看梁龙化妆的时候 都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 你知道吗 来 起立 向大家赔礼道歉 坐吧 不用吻 谢谢 走了 对